3月全面放寬防疫措施之后 不少人都当正疫情已经一去不返 但是数字告诉你并不是这样的 本港近日就受到新冠和流感病毒夹击 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 化验所新增新冠病毒检测阳性个案数字 达到2927宗 比前一个星期升了超过两成 当中上个星期 重症或者死亡个案就增加到159宗 两个数字都是2月以来的新高 感染的病毒株仍然以XBB和它的后代谱为主 占49.5% 当中大角升变种病毒株 即是XBB1.1.6所占的比例 就由上一个星期的2.3%下跌到1.6% 而流感方面 过去一个星期的整体活跃程度大幅回落 但是就仍然高过9.21%的基线水平 同期亦都录得一宗儿童流感相关的死亡个案 死者是一个13岁女童 他感染甲型H3流感之后 出现败血症和幼克 他并未接种流感疫苗 是本港进入流感高峰期之后 第二宗儿童死亡个案 另外早前一个感染甲型H1流感的19个月大女童 至今情况仍然严重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